大家好,我是Joseph 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科兴疫苗 是否会导致这个ADE 那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ADE 那ADE它的全称叫做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那中文的翻译是抗体依赖性感染加剧效应 顾名思义,你看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 这个效应是蛮恐怖的,对不对 它会加剧这个病情,它会助长这个病情 好,我们再继续了解一下什么叫做ADE效应 ADE效应也就是抗体依赖性感染加剧效应 是指人体在正常的情况下 感染某一个病毒权益后免疫系统会产生 针对这个病毒的抗体或者注射了某一个疫苗产生的单一的抗体 注意一下,单一的抗体就是某一种而已 竹子再次感染从而实现免疫 然而如果这一个病毒后续发生了变异 所以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变异病毒 所以这些变异病毒对我们的这个疫苗会起着很大的影响 人体内缘有的抗体对变异后的病毒将不会起作用 而这个时候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误以为病毒已经被阻异 使得这时候的人体免疫系统对此病毒完全不防范 完全不设防 这会导致这个患者会比没有抗体的人症状反而更加的严重 简单的解释就是病毒在感染宿主细胞时 由于某些原因导致相关病毒增强其感染能力的现象 其实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中是有开发过好一些灭活疫苗 在不同种类的病毒身上这灭活疫苗有部分的确是发生了ADE的效应 所以让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本来疫苗是对这个病毒是有抑制的作用 但是ADE效应就是刚好相反 所以疫苗在发生ADE效应过后反而会助长病毒 侵害我们的身体 我们继续看 解释这个ADE效应最好的例子就是登革热 什么叫登革热呢 那就是Dengue Dengue fever Dengue呢也就是骨痛热症 登革热病毒有四个血清型 如果感染过二型病毒后产生抗体 如果不幸再不小心感染四型时 往往会导致病毒瞬间爆增 医学上叫做重症登革热 致死率呢提高300倍左右 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们也是有听说过 这骨痛热症呢 如果你连续染上不同型的这个骨痛热症的话呢 你第二次发病的时候呢 情况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ADE效应的确是发生在我们的四周围 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呢 这个登革热 Dengue fever 骨痛热症呢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了 几乎呢 从年头到年尾呢 在我们的生活的四周呢 都会有人中这个骨痛热症 所以这ADE效应呢 其实对我们而言呢 不算是陌生的啊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啊 有什么样的病毒呢 会导致ADE的效应 截至目前人类已知有ADE效应的相关病毒呢 有登革热 刚刚我们提到的 Dengue fever 骨痛热症 西尼罗核病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那就是HIV 这也就是艾滋病病毒 好还有这个伊波拉病毒 螺丝核病毒 在体外实验中显现出ADE效应的有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冠状病毒 那也就是SARS 这是在2002年尾至2003年发生的这个SARS 有些人应该会有印象吧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也就是MERS 好这边呢 我有附上这链接 你们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找得到啊 好所以这两个呢 我要特别的强调 这一个只是体外实验 但过后呢 注射进这一个生物体啊 也就是动物的体内过后呢 却反而没有发生这个ADE的效应 所以基本上来讲SARS跟MERS 其实也就是这个冠状病毒的氢气 他们之间呢 非常类似的哦 但是呢 他们在这生物体呢 其实都不会产生这个ADE效应 同样的 这冠状病毒也不会产生ADE效应 好所以呢 这一边呢 有数据哦 也有这个研究的结果呢 证明了新冠疫苗不会引发ADE效应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 1月2日杜克大学人类疫苗研究所 的巴顿海恩斯研究小组呢 在运本平台发布论文 公布了第一个关于新冠病毒 ADE效应的体内证据 这边呢 我又附上了链接 所以啊 这一个呢 他是直接生物体内呢 进行这个实验 结果证明了是不会引起这个ADE效应的 研究者认为即使是直接注射体外明确有强ADE作用的单克隆抗体 仍然未在体内表现出明显的影响 二是FC借导的效应器功能发挥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概括来说 根据目前已有的证据 不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或接种疫苗 能够诱导出明显的ADE效应 所以我这边呢 已经附上了链接 这个是杜克大学呢 的疫苗研究所呢 所颁布的研究结果 所以呢 他是在体外做实验的时候是有ADE的情况发生的 但是呢 注射入这个生物体的时候呢 却不会发生 其实这个科兴疫苗呢 在全世界已经注射了好几亿只哦 都没有确诊的这个ADE效应的受害者 所以这个呢 是已经给了我们最明确的答案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哦 开发SARS疫苗时得到启发 那我们的下一个这个视频呢 会让你们知道哦 是哪一个公司呢 他们有研发这个SARS疫苗 然后呢 其实在研发SARS疫苗的同时啊 他们就已经获取了非常珍贵的 资源跟经验 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呢 你就会有答案了 在SARS疫苗早期筛选的动物实验中 确实观察到过ADE效应的存在 但是更多的实验结果表明 那些可以引发针对S蛋白 什么是S蛋白呢 那就是病毒进入细胞所依赖的途径之一 那些可以引发针对S蛋白综合抗体的疫苗 能够可靠的保护实验动物 免受病毒的侵袭 所以这个ADE效应呢 只是发生在这个登革热 也就是骨痛热症 基本上呢 在SARS在MERS 还有在COVID-19冠状病毒呢 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其实呢 这三种病毒呢 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实验呢 已经证明了 灭活疫苗呢 在这三种冠状病毒身上呢 都不会产生ADE效应 并且没有感染或病情加重的迹象 交给了COVID-19疫苗研发 提供了策略上的启发 研发人员也应该筛选 是那些可以引发高浓度综合抗体的疫苗 这些疫苗的成功机会大 ADE风险低 所以我们人类呢 这一路走来啊 目前呢 我们所面对的冠状病毒呢 并不是我们第一个碰到的冠状病毒 所以呢 之前我们已经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珍贵的经验 所以呢 这一轮啊 的这一个疫苗的研发 才能够那么的顺利跟那么的快 好了 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了 科兴疫苗不会引发ADE效应 在全世界数一剂科兴疫苗注射后 尚无确诊ADE的受害者 所以啊 今天呢 又给大家捎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些接种了科兴疫苗的朋友们 不用担心了啊 不要惶恐不安说 以为打了这颗新疫苗啊 不敢出门啊 当然我们还是必须提高警惕啦 因为我们的保护率 任何的疫苗呢 没有百分之百的保护率 所以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可以消除惶恐不安的心情了 以为呢 政府啊 给我们打了这一个啊 可能会引发这个副作用的疫苗 其实不然啊 好 我在这里呢 一样要祝大家健健康康 平安快乐 好 今天我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谢谢大家